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他还不会发球或者出球也好 那我们攻球的意识 攻球比赛的意识到有里面 让小孩子从小就有这种良性的竞争意识 他知道我打这个乒乓球 我还可以跟人家比赛的 那比赛会得到教练的认可 或者一些奖励也好 所以说我们这集我们着重是讲 队员的比赛的正所谓攻球的模拟 这种意识培养 就是比赛意识培养 那么正所谓上拳球的模拟比赛 我们第一个 我们首先运动员比较熟悉的对角线 从这个角到那个角 也就是斜线的对角线 好 公主安别动 别跳皮 来 我们现在比赛 看一下正所谓 看一下谁丢 我们这种模拟比赛的话 我们不要打 不要打什么 可以打十一分制 那我们为了节约时间 我们只打四个球 三个球 三个球比赛 看一下谁丢 正所谓 跟我比赛 好不好 斜线 打到直线就算输 你看一比零 就是打到这边就算输 动脚 你看又打到直线 二比零 不准打到这里 全部打到斜线 三比零 这种正所谓的培养 这种意识 就是培养它进攻 或者说比赛的意识 要不要再来一个 好 再来一个 看一下这版谁输 四比零 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没动起来 你总是输 五比零 那么第二点 我们叫模拟的这些比赛了 就是也是三个球 我比如说你这后面 有五个小朋友练 那么每个小朋友 剪三个球 发球 完了以后直线比赛 看一下谁的板数多 或者说跟教练员 谁输了 看了三个球 赢多少个球 那我们打直下 不准到这边 你碰到这个盆子就输了 一比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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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球 哦 终于赢一分了 一比一 来 二比一 教练赢了 是不是 我们再来一个 这半边抬的 你侧身外 开始 同样是三个球比赛 操往不算 一比零 你看你打到这里来了 动起来 二比零 三比零 三比零 好 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点 第三点是要求我们队员的对练 对练的话 小孩子的对练要求对角线 我们给一个主数给他 啊 那个公尺寒跟大虎注意啊 对练 十个一组 好不好 打两组 先打两组 站好站好啊 脚要动啊 好不好 开始 数 三 二 好 再来 第二组 走 一 二 三 随时移动 五 六 七 三 好的 再来一组 每次都是每组 再来啊 一 看球 再来啊 二 再来啊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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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油 哎 动脚动脚看球 注意测身位啊 公子涵一直在跑 好的 不错啊 我们看他对练的时候他就会找位 好 我们还有一个测身位的 就是直线对直线的 直线对直线的 直线对直线的 好 那个公子涵跟大虎直线对直线的对攻 快点 这条线 这半边台啊 公子涵站在那个位置 大虎站在这里 打这半边台啊 这半边台不打 好不好 啊 走 怎么准备的 走 好 十 再来 车身车开来 十个 动脚 动脚啊 走快点 不要让脚顶住 再来啊 走 好的 再来啊 衣子 衣 身体动作带起来 动起来 好 好 那个第四个我们讲到 他队员对角线的上拳球比赛 这我们现在要求 队员从这边对这边 啊 这边对这边比赛 看一下谁失误啊 不能打到这边 不能打到这边 对了 开始 打三个球比赛啊 三个球比赛 看好 看谁赢了 看谁赢了 地板不能发力的啊 预备 站 比赛怎么怎么准备 走 比赛啊 看在谁输啊 好 动脚 好 好 1比0 大虎1比0领先 公子涵 好 1比1 决胜局 决胜局 看好 注意力 还有一个球 看一下第一局谁赢啊 我们看一下 走 走 好 大虎输掉了 一局啊 就是现在是第一局是吧 他看了两个 来 加油 再来一局 看好 走 公子涵1比0领先 走 公子涵2比0领先 加油啊 动起来 走 大虎2比1 再来 走 再来 走 看球 擦网不算 走 动起来 看下谁赢 哎呀 那我们讲到第5个 第5个就直线的比赛啊 队员直线的比赛 那现在公子涵跟大虎打直线的比赛 先打这条直线 打这里 这里对这里 这这半边不要 就打这半边 就打这半边 对对对 来 你发球 我发球 嗯 直线直线动起来动起来 哎呦 怎么打直线 看球 发球发到直线 发球发到直线 嗯 正好 正好 比赛是怎么比赛的 看球啊 比赛 好1比0 公子涵 对动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 对 2比0 好的 再来啊 比赛一定要有比赛的样子啊 2比1 这局是大虎赢了 来公子涵再发球 第二局公子涵发球 东角大虎 漂亮 公子涵1比0领先 公子涵啊 发球 发球 哇 你卡到那边去啊 公子涵2比0领先 再来最后一个球啊 加油 公子涵赢了 现在2比0 加油 好2比1 现在大比分1比1 通过这个比赛啊 队员呢 他有这种比赛竞争的意思 那么比赛之前要求他们的站位 不是这样子站位 而是认认真真的对待 好不好 要认真 站位 比赛怎么站位 站给我看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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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个我们 通过这一集上全球啊 队员之间这种比赛啊 就从小就树立一种竞争意识 就是他们在比赛当中 这种状态 这种感觉 那么要求的话 站位一定要认真 要认真对待 要有这种竞争意识 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对乒乓球的热情啊 会不断的加强